來囉 今天的主題呢 叫爸媽窒息的愛 孩子抗壓性還在嗎 就不懂啊 不是窒息他了嗎 對不對 對 他應該很有抗壓性的囉 是不是 所以呢 你有 你爸媽有給你很窒息的愛嗎 也放肆的愛 就是放 就是比較放任這樣子 所以你是放山雞的養殖方法 對 有一點這樣 不是肉雞的養殖方法 好 那我們今天就請到了 這個肉雞養殖場的幾位場主 來到我們的現場 肉雞養殖場就是 窒息式的愛嘛 給他一個籠子裡面 非常非常多的愛 有罐 非常的安全 該打了針對不對 然後呢有遮風的對不對 也不會有老鼠來吃他們 是不是 這樣的小孩放出去之後 安全嗎 不知道 就直接進屠宰場 一人余皓然 寵溺孩子 凡事都幫孩子 想好藉口 藝人崔佩儀 曾當機跪下 幫孩子繫鞋帶 藝人姚允妮 嚴厲栽培 兒子被控制到像機器人 諮商心理師 傅佳琦 探診資歷十年 擅長心理諮商 把小孩當皇帝照顧 孩子不領情 好 對不對 現在知道了 我兒子應該會有記在心裡 一直在想著如何回報我 只是現在她沒有說出口而已 但我覺得媽媽對孩子的愛就是這樣啊 你知道心裡雖然知道這樣的行為 動作是不對的 可是你心裡想的跟你的動作 是沒有辦法一致的 你現在孩子 你從小到大就是把他所有事情 都打理好對不對 因為我很喜歡幫人家打理一切 我不只我小孩 我老公也是 我也會習慣這樣 褲子透破了 你還不自己 還好照顧 你還好照顧 是Fashion 時間都花在老公跟孩子身上了 好可憐 可是你對孩子的規定有點 就你不是規定他一到四不能上網 那你看他上網之後 你怎麼辦 因為我覺得規定 規定是可以變通的 你自己跟他講那個 因為我兒子那時候他眼睛不好 我就跟他說一到四不要上網 那禮拜五六日各晚半個小時 那有時候小朋友會在房間會偷偷玩 那我有時候敲門看到他在玩的時候 我就跟他說 韓靜 媽媽不是跟你說不可以玩嗎 他就說我只玩一下下 我說喔好 規定是規定假的 不是因為 沒有威嚴 不是因為我這個人就是 我每次都會 想到我以前 我會覺得說不要 因為我父母關我就太嚴了 就導致我這麼早就想要脫離他們 離開家 我就不希望我孩子是在 而且現在小孩子抗壓性低 你看每天新聞動不動 就誰又想不開 我想說不過就玩個電腦嘛 雖然規定是規定嘛 但是他也 玩一下電腦應該還好嘛 好啦這個我覺得也就算了啦 那你會要求他考試成績要很好 會要求啊 就是說譬如說我以前會規定他 你每一課要九十分以上 對那考到八十八的時候 我就跟他說 媽媽不是跟你說要考九十分以上嗎 好啦下次用功 我就是這樣子耶 因為我每次看到孩子的臉 我就不忍心去苛責他 從來沒有去 我從來沒有問過小孩你 這次要考幾分 分數不太管 對嘛所以分數不重要 對嘛那你就不重要 你就做不重要 你又要不要講那個 你又做不到的事情 不是美人姐 因為你媽媽有時候又想要 拿出媽媽的那種威嚴 你懂嗎 就覺得說我一定要訂一些規矩 雖然你沒有按照我的規矩 但是我如果沒有訂規矩 我在這個家好像就沒有作用 我們家的規矩就只有一個 有關於成績 我就說一直到高中畢業 都不要有什麼留級啊 那些事情 高中能夠畢業 順利畢業這樣就好了 真的還假的 可是那要看孩子 有些孩子他自己沒有辦法 那個自制力不夠的 萬一他有一天 考個五六十分 美人姐也不會生氣嗎 我剛剛講了 高中畢業 五六十分如果高中可以畢業 就畢業了啊 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不會花時間浪費在 每一次的那個考試 小考啊 你講那個嘛 可是那個考試是 老師平常教你 他要知道你學會多少 那個也蠻重要的 而且學習的態度 我是覺得分數不重要 可是你有時候看他在 班上的排名 你就會單寫 因為他們都會排名 我兒子這次也是這樣 他這次期末考 國文考八十九分 然後呢 我本來我一直 其實我是還蠻care分數 但是我就一直給自己洗腦說 不要 現在已經跟我們以前不一樣了 現在要全面發展 德育發展 那個不重要 我一直在這樣說服我自己 所以我兒子跟我講說 八十九分 是班上最後一名的時候 我臉上就說 好 媽媽這次不罵你 但是請你下次進步可以嗎 他就說好 但是這個事情按理說就這樣過去 可是我那個氣就是壓不下來 然後呢我每碰到朋友 他就說 Peter你考完啦 你這次考多少 然後我就說 是喔 班上最後一名啦 國文八十九啦 現在考八十九 以後到國中怎麼辦 高中怎麼辦 他一次的 外婆打電話來也說 Peter這次考得怎麼樣 我說八十九啦 我是從來沒考過班上最後一名 你孫子考班上最後一名 我這樣大概講了十次 想到最後我兒子 只要聽到我在講那八十九 他就自己把耳朵這樣嗚起來 像我們這次兒子也是考九十九 英文考九十九 我說平常分是滿分 我說兒子來 領獎狀 我就給他一千塊 說去存到存錢通 因為你真的很棒 然後才知道他們班上 一百分的有十幾個 他只是普通 這怎麼會這樣 別人都考那麼好 不是嘛 所以你們被這個困住了 對 這我承認 因為很簡單 這次題目出的男孩是簡單 對不對 還有這次的這個準備什麼 我不是不看成 我不是完全不定他們的功課 可是我會是一整個學期 因為學校其實都會跟家長 有一些conference 就是說有一些 每一學期都會 應該還有 現在還有家長 評語 有家長會 有家長會嘛 然後老師會講說 OK 你的小孩這一學期的情況怎麼樣 然後我就會問老師 我說我需要幫忙他什麼嗎 然後老師就說 我們希望他這個 那個 多說話 OK 就是說提問題 主動 主動一點這樣子 對 所以連續三個學期 都這樣子 好 那我就知道 這個是我需要幫忙的 所以我就去 拜託朋友的廣播節目 讓他去做助理主持人 OK 所以他每一次只要就是念 question one OK 好 好 他就說 嗨 我是誰誰誰這樣子 那就有三個月的時間 這就是我媽媽要做的事情 這就是我可以盡力的事情 我動用我所有的關係 這個去灌他 他現在比較願意說話了 而且敢跟陌生人講 因為那個廣播節目 是都跟陌生人這樣講話 對 這才是我要幫忙的 對 我不要每天在那邊叮 八十九 八十九啦 我沒有考最後一名 你甚至考最後一名 我的意思是 我不曉得那個我們的專家 我的意思是說 你要真的知道 你給小孩什麼幫忙 才是他需要的 那個九十分有什麼關係 他可能就是這個禮拜 就是身體 可是問題是我們都花時間 你看戲也不拍了 然後每天就是為了他 接他送他 陪他給他最好的 結果你都陪著他一起讀 你連重點都幫他畫起來了 可是有時候看他考這樣 你就會 可是我要問在場的就是 大家都念過小學中學嗎 你自己就是想想看 以前國小的前三名 現在都在哪裡 其實我們發現那個當大老闆的 應變能力比較好的 都不是很會念書的 因為會念書是你可能被逼 或很認真 可是我們發現其實在事業上 比較有成就有變通的 其實是那個創造力 那創造力不是你逼著他會有的 你越逼反而越沒有 可是他們的心情我可以體會 你說一下雨妮 然後我告訴你 做家事 我來就是幫你做家事的啊 你幹嘛要叫我的孫子做家事 然後我就說 我一年級的時候也要幫你摘菜 剝毛豆好不好 他就說現在小孩不一樣 你小時候會彈琴嗎 我孫子是會彈鋼琴的啊 你讓他做家事 他是這樣 可是平常我只覺得 念書的時候是沒時間 可是暑假我媽就說 不用不用做家事 所以可是他平常念書的時候 你也是都幫他照顧得好好的 對啊 他真的是伴來張口依來身手的小孩 我們家阿姨都把他的雞腿肉剝下來 骨頭剃旁邊 送到他嘴上給他吃啊 好髒耶 哇 那吹佩儀呢 哇 怎麼這樣 我從來沒讓他提過東西 我好像飛翁台翁 早上起來呢 要乖宰心肝宰起來 他還不願意起來 然後起來有時候會對我下床起 我要幫他穿衣服扣扣子 他到現在還不太會扣扣子 然後幫他穿衣服扎進去 皮帶都幫他弄好 跪在地上幫他穿鞋 早點拿著一口一口味 貝克宇 貝克宇 我們要說一下 我是不 貝克宇 貝克宇 我是不要求分數 可是在我家是要拿東西的 拒絕 在我家是要拿東西 要幫忙洗碗 他從來沒有 然後我每一次去學校接他 天啊 毛筆啦 什麼都撒在地上 一大堆 然後便當盒問他在哪 不知道 有時候反正就是 他的整理的那個能力很差 可是我知道是我的錯 因為我平常都把他整理好好的 所以這些是哪一種型的媽媽 這些喔 我們其實可以透過一些測驗 去瞭解他們的個性 而且通常 現在的媽媽越來越多元 那多元是他們通常 不會只有一種 來來來來 請大家來測驗一下 C 它是複選題喔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可能有一 二 三 四 五 複選喔 因為有的媽媽 真的絕對不值一種 是的 比如第一次孩子的意見是參考 父母的意見才是真正 真知著見 還是第二 大事小事只要能用錢解決 都不是問題啦 三 孩子的事情一定是 放在第一順位 不能妥協 第四 生活中心與思維 都以孩子為優先考量 第五 會要求學校或補習班 改變制度來遷就孩子 好扯 你們會選幾項呢 我是一項 你只有一項 生活中心 思維以孩子為優先考量 你可以複選的 你幹嘛直接複選 二 就是複選的 二 你沒有覺得很完結 就是沒有用錢解決 他不一定有的時候 是要用錢 你要給他愛啊 給他很多道理啊 那一呢 孩子的意見參考 很重要 很重要 你會參考的 我會參考 會要求補習班改變制度嗎 不會 OK 好 來 宥曉蘭你選哪一個 哇 我覺得應該是三跟 可是補習班我是真的因為功課 有打到學校去過耶 所以五你也會嘛 對 好 來 宥曉呢 我應該是二不選 其他四樣都有 哇 好 好 我們一個一個講 為了孩子要求學校改變制度 老師有寫聯絡簿來告狀 就說下雨天 Peter一直跑出去外面下雨 淋著雨去撿球 那你說我們應該是跟Peter說 你不要再去撿球 為什麼 我就很生氣地跟老師通電話 我就說 你為什麼不規定 下雨天不要玩球呢 恐慌媽媽今天要求學校 為孩子改變制度 老師聽到這些話 又會是怎樣的反應呢 不要錯過囉